公元947年,天赋12年 这一年发生了特别多的大事 从年初到年底,一件接一件 可谓精彩分成 正月初一,始终贵失国 二月初一,耶利德光做了中原的皇帝 二月十五,刘志远在河东称帝 四月,耶利德光北返 五月,病死在了沙湖林 随即,耶利软在郑州称帝 六月,刘志远恢复中原,改国号为汉 同时,耶利软打败祖母苏立太后 多得了辽国大权 七月,杜仲威据成反叛 之后,刘志远亲征 直到十一月,才受降杜仲威 凭了魏都之乱 这一年,五月和南唐的战事 也以南唐失败而告终 另外,后蜀和楚国也各有大事发生 容我慢慢地到来 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五代演绎 我是杨立辉 刘志远在魏州,住了一段时间 就班师回京 他自觉已经平定了中原 决定设立宗庙 别看他是沙托人 他也认为刘邦刘秀是自己的元祖 于是,尊刘邦为太祖 刘秀为侍祖 令追尊自己的世代先祖 何为六庙 宗庙既定,自然涉谈祭祖不须多说 只是皇子刘成逊 自打祭祖之后就染上风寒 而且病情越来越重 刘成逊 刘志远长子 性格温厚 长相俊美 深受刘志远喜爱 刘志远出征魏州 受刘成逊为开封瘾 留守京城 是打算把他当作继承人来培养 刘志远格外重视刘成逊的病 好医好药地伺候着 但刘成逊实在没有福气 最终还是在当年年底病死了 享年才26岁 刘志远得到刘成逊的死讯 心中悲痛万分 不顾形象 哭得一塌糊涂 数次差点晕厥过去 可见刘志远是多么邪恶这个儿子 刘成逊死后 废朝三日 追风未亡 刘成逊的死 给刘志远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以至于忧劳成疾 越病越重 就算是春节 也没有庆贺 直到正月出世 他觉得病情好转 才出功临朝 改天福十三年 为前幼元年 大赦天下 假封百官 其中 封冯道维 齐国公 兼太师 太平日子 没过几天 突然接到兵部周报 说晋昌军截斗士赵光战 和凤翔截斗士侯毅 已经叛国降属 刘志远文报 立马让优位大将军 王景崇挂帅 带领晋军数千 前往关中平叛 那为啥赵光战和侯毅 突然要投靠守国呢 咱们先复盘一下 后属这十几年的故事 属主 现在是孟昌 孟昌之前咱们讲过 他爹就是孟志祥 公元934年 孟志祥在属地 称帝建国 但建国没多久 就病死了 年仅16岁的孟昌 在赵继良和王处回的辅佐下 继位为帝 当年并没有改元 依旧使用明德年号 孟志祥活着的时候 对部下向来宽厚 部下的小撮 也都睁之眼闭之眼 所以部下稍显骄横 现在孟昌年少 李仁汉等人 更加肆无忌惮 他们不顾法治 兼并土地 迎建私宅 绝人祖坟 孟昌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别看他年少 但他也是个果敢之人 仅仅在数月之后 就把李仁汉杀了 并且逐灭其家 当时大将李赵 来朝觐见 他心中也很轻视这个幼竹 来今念的时候 煮着一根拐杖 说自己身体有病 不便下败 等他知道李仁汉 已经被心军触绝后 连忙丢掉拐杖 扶地而败 孟昌继位初期 因年少 正事都交给了赵继良 黄处回 赵婷颖等一般老臣处理 孟昌喜欢打马球 也喜欢防中之势 常常拆选良家女子 充斥后宫 后来苏密父使韩宝珍 前来劝谏 梦场大悟 立马遣上了宫中女子 之后 百官旅有劝谏 他也都是从善如流 明德五年 也就是公元938年 改元庆政 庆政九年 也就是公元946年 蜀国宰相赵继良病死 赵继良前后辅佐孟思父子 长达20年时间 享年64岁 赵继良死后 张业执掌朝政 他用严刑郡法治理蜀国 甚至在自己的家中设置监狱 这让蜀国之人怨恨不已 两年后 也就是清政11年 孟昌找机会杀了张业 不久 王处回 赵廷隐等人 也相继之势 至此 孟之祥旧臣 基本上退出了国家中书 孟昌开始清政 孟昌清政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朝堂中 放置了一个意见箱 方便收集夏清 这十几年间 蜀国太平无事 国内百姓安居乐业 国力不断增强 庆政十年 也就是公元947年 虽然中原各阵大多数 都投靠了辽国 但雄武军截斗使 河松建 带到秦州 成州 接州 直接投靠了蜀国 之后 蜀国又派遣松散勺 带兵攻下了凤州 致使后蜀拿下了 前蜀的全部地盘 时间线 也终于和主线 重合到了一起 咱们再说回赵匡战 他听说杜仲威造反 恐怕自己也不能保全 毕竟自己的父亲赵岩寿 比杜仲威 更让刘志源讨厌 思来想去 觉得还是投靠蜀国 比较保险 于是他上表给蜀主 表示愿意归降 希望蜀国能派兵 支援自己 孟场接到赵匡战的表文 自然大喜 立马派张天昭为主帅 韩宝珍为都于侯 带兵五万 出兵大三官 又命何重建为副帅 带领本部人马 出拢州 和张天昭会师 他们会师后 此逼凤翔而来 又加派李廷归 带兵两万 出之五谷 声援长安 凤翔结读是侯役 探知蜀军大局入侵 吓得不知所措 正准备上表告急 接到了何重建的书信 信中内容 自然是劝降侯义 而且还附上了 时任蜀国书密使 王处回的招相书 侯义考虑再三 觉得原水解不了尽可 等汴梁派兵过来 自己早就被人消灭了 于是就交出地图户籍 向蜀国投降 并写信给赵黄战 希望他能和自己 形成鸡脚之士 哪知道 这时候的赵黄战 又发生了变化 原来赵黄战手下 有个判官 名叫李树 他本来是赵元兽的幕僚 后来赵元兽 让他辅佐赵黄战 赵黄战投降蜀国的时候 李树就出来劝阻 但赵黄战不听 之后他又找机会 对赵黄战说 燕王投降起单 并非本意 现在汉家心得天下 对咱们也多有是好 如果咱们现在谢罪归朝 必能保全官决 投降蜀国 恐非良策 蜀国国小 不是您容身之地 还望三思而行 免得后悔 赵黄战听后 觉得很有道理 决心再次投靠刘志远 就派李树 前往辩量谢罪 表示愿意入朝 听从处分 李树来到汴梁 见到刘志远 刘志远问李树 匡战为何要归赴蜀国 李树回答道 赵匡战因父亲归赴葫芦 担心陛下还没有真正谅解 所以归赴蜀国 以求自保 但经过陈一再劝谏 他已经悔悟 特派陈前来祈求赦免 刘志远说道 匡战父子 匡战父子本来也是我的故交 之前不幸深陷葫芦 现在严寿身在牢笼 我哪还忍心在加害匡战呢 你回去抱于匡战 让他不必多疑 尽可来朝 李树文言大喜 败谢而归 侯义这边 他听说赵慌战 又投靠到刘志远 瞬间觉得自己成了傻叉 赶紧模仿赵慌战 上表谢罪 并请求入朝 便良这边 现在王景成还没出发 刘志远把他召入卧室 单独对王景成说道 赵慌战和侯义 虽然都要入朝觐见 但不知道 是否还有其他的诡计 你带兵西去 密切观察动静 如果他们真心入朝 不必过问 如果他们千言观望 你可便宜行事 千万不要中了他们之计 王景成领命 急日启程 向西而去 正是刘志远的多疑 让西部的局势 更加的复杂 赵慌战这边 他担心蜀军 随时抵达长安 恐怕到时候难以脱身 于是 他不等李树回来 就离开长安 向汴梁而来 路上正好遇到 回来的李树 得知刘志远已经宽忧自己 心中大喜 就更加放心的前往汴梁 后面又遇到了王景成 可王景成说明情况 王景成也让他过去了 王景成带兵 继续向西 很快抵达长安 刚到长安 就接到军报 说蜀兵也快到长安了 王景成自己并没有带多少兵马 担心不足以抵挡蜀军 连忙调遣本刀人马 并把赵匡站的哑兵 千余人也一起争调 共同遇敌 但他又担心赵匡站的哑兵 有可能叛逃 就要在他们的脸上都吃上次 让他们更容易辨认 他和自己的部下 齐昌珍商议 齐昌珍并不赞同 没想到 这时候赵匡站的哑兵将领 赵斯婉 自己主动 请求在脸上辞职 王景成文言 当然十分欣喜 等赵斯婉走后 齐昌珍和王景成说道 赵斯婉面目凶狠 恐难以节制 况且四字命令 尚未发出 他就前来前命 越是谄媚 越是狡猾 四人万不可信 应当速速除掉 王景成说道 无罪杀人 如何服众 并没有接受齐昌珍的建议 兵马集结后 王景成亲自带兵 前往阻击蜀军 蜀军这边 蜀将李廷归 师出之乌骨 探知 赵黄战又投靠了刘志远 就想着带兵回去 正在这个时候 王景成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吓得他错误及防 很快就被王景成打败 他且战且退 连逃了诗语里 才逃出升天 手下军事 上忙数千人 头一这边 他听闻王景成大胜 这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于是整军严防 抵御蜀军 蜀军主帅张天昭 得知侯义又背叛了蜀国 就召集诸将商议 有的建议进兵 有的建议退兵 这弄得张天昭没了主意 就按兵不动 留在原地 没多久 他又听到王景成 召集了凤翔 龙州 滨州 京州 辅州 黄州 等地兵马 前来攻打自己 吓得他赶紧带兵 连夜撤回蜀国 王景成带兵 一直追到大闪关 见蜀军都撤入关内 也就不再追击 引兵回阵 王景成连续两次 向朝廷告捷 朝廷受王景成 回凤翔巡迁使 于是 王景成带兵 来到凤翔 侯义 开门迎接 王景成和侯义 交谈时 觉得侯义言语之间 支支吾吾 正让王景成动了疑心 想起了出发前 刘志远说的话 立马派兵 分手各个城门 准备拿下侯义 变量这边 刘志远在王景成走后 勉强支撑了些时日 但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 他自知时日无多 就召集舒风吉 杨斌 郭威 史洪赵等人 来到自己的床前 对他们说 我现在 气息不足 不能多言 我担心 担心陈佑 太年幼 后续一切 就拜托诸位爱情了 世人自然应命 刘志远又说 眼前 国家无事 但 独独要防备 独 中 威 刚说完此话 赏子好像被堵住了 说不说话来 世人连忙退出 请后妃和皇子入内送终 没多久 听到屋内哭声大起 史洪吉知道 刘志远已经驾崩 连忙进入卧室 对后妃和皇子等一众人说道 圣上留有要职 需要立马办理 现在还不是哭泣的时候 于是众人忍住不哭 史洪吉出来 见杨斌 郭威 史洪赵等人 已经拟好圣子 就让禁军带到圣子 前往抓捕杜仲威 杜仲威这时没有任何防备 被禁军轻松拿下 禁军当面宣读圣子 大议为 杜仲威趁皇帝病重期间 暗中诽谤朝廷 特令斩杀杜仲威父子 但罪止他们父子 其他人不再追究 杜仲威听到圣子 吓得腿脚酸软 魂飞天外 只是不断地求着 禁军军事可不管这些 甚至没有让他们 给长公主道别 就把杜仲威父子 拖到踩尺口 这时候 监展官已经在此等候了 等杜仲威一到 柜子手手起刀落 杜仲威父子四人 全部人头落地 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 安排得十分周密 之后 把杜仲威的遗骸 当街示众 旁观之人 义愤填膺 有的脚踢 有的辱骂 连官兵都制止不住 没多久 杜仲威尸首 被踩成了肉泥 不见踪跡 杜仲威辅诸后 朝中才传出 刘仲威驾崩的消息 一命让刘仲威 寄人大统 刘仲威当日 在临前即位 大赦天下 他觉得 钱佑这个年号 暗合自己的姓名 就不再改元 当年依旧是 钱佑元年 为刘仲威上妙号 为高祖 刘仲威从晋阳登基 到现在 不足一年而亡 享年54岁 刘仲威 令尊李氏 为皇太后 传召四方 凤乡这边 王景丛正准备拿下侯义 突然接到朝廷圣旨 得知刘仲威驾崩 这让王景丛心中一惊 立马仇恕起来 因为他奉的是密诏 除刘仲威外 没有其他人 知道密诏信息 如果现在动手拿下侯义 反而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于是他只好先上表 向朝廷请指 询问该如何处置 就这样一耽误 侯义也觉察到了王景丛的不对劲 趁一夜偷偷的逃离凤翔 直奔变良而来 侯义来到京城 反而诬陷王景丛专横 这让朝廷不得不提防王景丛 于是下旨 先调赵方战亚兵入京 这一下让王景丛和赵施婉 都紧张了起来 好不容易稳定的西部局势 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那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请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收藏过前 我加班继续干下一讲 如果你觉得本视频有意思 请推荐给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分享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请不吝点赞收藏